就在这个月初有一名经营网拍的年轻女魔 晚间经过了新竹火车站的时候 被人从后方拿球棒横敲头部 造成多处撕裂伤 那么警方在昨天终于逮捕到嫌犯了 是一对未成年的情侣 只是因为缺钱居然痛下毒手 监视器画面拍下随机拿木棒 打破路人头部的年轻情侣 犯案后快跑横跨马路 警方沿线调约上百只监视器 发现他们拘无定所 一一比对特征追查后 将嫌犯逮捕归案 3月7号傍晚 长相甜美经营网拍的年轻女子 经过新竹火车站 头部被不明人事重击 造成多处撕裂伤 警方锁定这对年轻情侣涉嫌重大 连日追查发现原来幕后 还有一名荒姓嫌犯 只是两人随机寻找下手目标 抢夺财物 三人居无定所 最后分别在桃园及新竹落网 其中涉案少女竟然还是未成年 随机抢夺财物 还拿盾气伤人犯行重大 两名嫌犯被以强盗未遂 伤害等罪嫌 依送发布